大家好,今天我们先来讲解我们在平常拳腿组合中,包括打实战中用的最多的一个腿板,叫做边腿,泰拳中叫扫踢,它们两个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。 首先,按照严格的散打的一个规定,边腿是沿着直线起膝,转身翻胯,边腿,这样一个动作。 下面我来做一个试试,从侧面开始,提膝翻法,盘踢,这是前腿的边腿。 后面也是,直起膝翻胯,边腿踢出。 下面我从侧面做一个示范,动起来,1,接着收回来,2,3。 以上呢,是边腿的一个动作的示范。 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中呢,要注意,在我们起边腿的过程中,膝盖尽量让你上起。 因为如果你膝盖起的不高,你转胯的时候,你自然是踢的高度很低的。 如果你想踢的很高,那么你的膝盖就尽量让你上起。 稍微一翻,你这个脚步就很高。 而且在拳把的时候,有一定的讲究。 下面呢,我们结合拳把的一个击打,来说明一下如何踢边腿。 大家往前示范一下,散打边腿,如何击打脚板。 首先,当我们两个人面对面站立,我们先踢后腿,先踢后腿。 因为大家用后腿用的比较多。 那么注意,尽量在我们直把过程中,不要这样竖直的。 竖直的难度很大,虽然力量很大。 要用你击打的过程,能够翻化,完全地把力量是平的攒住。 那么这是专业领域才能做到的水平。 如果我们业余自己在家里学,或者在拳管里学, 那么完整可以45度,斜45度。 这样你的腿只需要直接起来,就可以处一直地把力量打击进去了。 而且这会提高你出品的速度。 如果你这样翻了,把速度肯定要相对来说慢起来。 所以我们初步练可以这样斜45度直大。 然后可以稍微的高一点,或者稍微的低一点。 那么最高不要过头,不要过自己的头。 低的话,不要低于胸胖。 因为胸胖我们在低一点是内部。 中边腿主要是踢内部的。 那么高边腿主要是拿在头部的一个位置。 下面我们来做一下试试。 稍微的动用。 不要再以身体就可以碰到的距离去踢吧。 而是要稍微到后挪一步,电路去踢。 从第一开始练,就要有一个好习惯。 下面我们开始。 1,2,3,注意在踢的过程中,快踢快出。 4,快踢快出。 防止被对方抓住你的腿,进行摔法。 然后呢,注意在踢腿的过程中,你的后脚的脚后跟, 电步,后脚蹬地,转腰踢,你的后脚的脚后不是要转起来。 转起来。 不要直着往前,直着往前的话,你转化的力量发挥不出来。 这是我们在后面腿的一个试试。 再做一遍。 1,OK。 下面呢,我们来进行一下前边腿的一个试试。 当对方直前边腿。 一样,你斜四个骨头起腿。 那么首先我们来踢一个, 电步前边腿。 电步,然后起前边腿。 下面做一遍试试。 1,2,3,4。 那么电步前边腿呢,一般来说,力量比较小的力气。 因为你的前腿没有太大的发力距离。 但是呢,它的动作比较突然,往往能够提到。 出气不易的效果。 在我们踢电步前边腿的时候,要注意,尽量的起膝。 那么你的膝盖起得越高,那么你踢的高度越高。 你起得很低,那么你踢的高度就有限。 下面呢,我们再来做一下。 稍微再高一点。 我们拿到这么高的一个高度。 那么只要你膝盖起得好,一样是可以踢到的。 所以呢,大家一定要注意起膝的一个作用。 这就是我们讲的前后边腿的大法试试。